去年10月在俄罗斯第82海军修船场,被扶船无起重击,砸坏俄海军库斯涅佐夫号航母,经历了近半年的等待之后,终于找到了愿意接受它的修船场。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消息,俄罗斯联合造船厂集团,将提前启动第35海军修船场的干船物改扩建计划,将该厂现有的二座干船物打通合并为一个可以容纳航母的干船物,用于维修库斯涅佐夫号航母。 2019年1月,停泊在俄罗斯海军第35修船场码头的库斯涅佐夫,号航母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公司总裁阿列克谢拉赫马诺夫,近日对外宣布了这一决定。 据阿列克谢拉赫马诺夫介绍,该集团原计划在2021年才启动海军第35修船场的船物现代化改造工程。 但是去年第82海军修船场的PD-50浮船物,因是故意外沉默之后,等待大修的俄罗斯海军的库斯涅佐夫号航母,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。 因此,该集团不得不提前两年启动第35修船场的船物现代化改造工程,以便在2021年,如期完成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的库斯涅佐夫号航母大修合同。 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的计划,是将这两座干船物,打同在此前的报道中,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计划在第35修船场线有干船物的旁边,新建一座可以容纳航母的大型干船物,用于库斯涅佐夫号航母的大修,相应的建造方案也已经提出,就等联合造船集团启动建造工程。 而最新报道,显示联合造船集团,已经放弃了此前新建一座干船物的计划,而是将第35修船场现有的两个干船物,打通合并为一个大型船物,使其长度和宽度,足以容纳下库斯涅佐夫号航母。 此方案的好处是施工量小,工期短,投资少,可以在最短时间内,完成干船物的改革建工程,正已经在码头边停泊那近5个月的库斯涅佐夫号航母,早日进入到干船物中开始大修和现代化升级。 打通之后的干船物效果图根据卫星照片上的测量数据,目前第35修船场两座干船物之间的隔离墙,至少有10米厚,长度则超过200米。 因此,扩建的第一步,就是要制作隔离墙上的起重机等作业设备拆除,然后用工程机械,将制作隔离墙完成拆除。 这两步完成之后,还需要将较小的那座干船物,向内开挖30至50米,使其长度与较大的干船物长度一致,然后再进行起重机等作业设备的安装。 仅从工程量来说的话,这个方案确实要比重新建造一座干船物小得多,但这个方案的直接影响,是第35修船场未来两年内都修不了船了,原先在该厂维修的潜艇,驱逐间等舰艇,必须要到其他修船场去维修了,但这似乎问题不大。 卫星照片显示,俄罗斯海深渭地区近期落成一座280X60米的浮船物,70寸足以满足俄军信义潜艇,和导弹驱逐间的入屋维修需要。 第35海军修船场未来两年的维修工作,可能交由海深渭的浮船物代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ング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